打乱 而至于2201的玉龙 这将在明天礼拜三召开股东会了 玉龙旗下自由品牌 纳智杰在U6这款车 小改款之后呢 性能提升获得了肯定 而去年这个时候呢 由于是全新车款的推出 充高了挂牌量 也垫高了机器之下呢 在改款之后 比去年还衰退了18% 不过呢 依然是比上个月成长将近有7% 这显示品牌的产品力 也获得了延续 而玉龙五月份的营收 101.60亿元 年增了4.74% 月增有26.77个百分点 但是玉龙的股价 今年以来是跌掉了 16.88个百分点 远比大盘小跌了 0.51%要来的弱势 除了已经是连跌三年呢 我们如果把范围缩小到了 今年的六月份呢 更是天天都是黑K棒 到目前为止是 11个交易日当中呢 11黑K 除了两天是以平盘作收呢 其余都是下跌的 那么对照外资 在今年以来是连续性的卖超 而似乎呢 在外资的卖压没有缩手之前 这股价也很难出现 比较像样的反弹